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张文天 刘少奇 致电朱德 彭德怀等 要求在河北 山东平原地区 大量开展游击战 八路军适时向平原推进 积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出的 又一重大战略决策 早在洛川会议上 毛泽东在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时 就已经包含着向平原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他认为 山区地形条件 虽对八路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有利 但资源 人力毕竟有限 而平原地域广阔 人口稠密 资源丰富 交通发达 是八路军均持长期抗战的 必然发展趋势 1938年春 日本侵略军采取南北对近的方针 夹击徐州 力图打通金浦铁路 华北日本侵略军主力奉调南下 造成纪卢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 为已在山区站住脚的八路军 将华北平原敌后地区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据此 毛泽东 张文天 刘少奇 于1938年4月21日致电朱德 彭德怀等 要求八路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电报指出 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 应坚决采取尽量扩大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 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根据这一方针 八路军应其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 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 有计划的 有系统的去普遍开展游击战争 组织民众抗日斗争 镇压汉奸 保护民众利益 帮助部队筹措吉阳等 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等的指示 于次日命令第129师主力和第115师第344旅一部 迅速从太行山区向济南 御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 1938年5月4日 毛泽东又对新四军发出 关于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 号召新四军也开始进行平原游击战争 在很短的时间内 八路军 新四军积极出动 放手发动群众 利用平原的地形特点 创造和发展了地雷战 地道战 破袭战 麻雀战等各种各样 克敌制胜的游击战争巧妙战法 成功地牵制并有效地耗损了大量日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 广泛开展的游击战争 以小力制大敌 积小胜为大胜 使日军不堪其扰 处处挨打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解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